再來 今天我們來測試斗宅的智商 到底OK不OK啊 之前看到過蠻多人 設定這個障礙讓果果來通過 那今天我們也要一樣 設定一些障礙讓斗宅來挑戰 今天我們準備了就是斗宅 平常有在吃的這個 零食的這個盒子 那利用這些盒子呢 製作一些障礙讓斗宅來通過 那不曉得斗宅能不能通過這樣的障礙呢 我們先開始吧 GO 再來 你走中間喔 增加難度 來 來 這樣子也過 這樣你也可以走 已經16個了耶 增加到16個你也可以走 好了 不行不行太簡單了 這樣也過了 倒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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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小子 好可愛 看來是很聰明的嘛 對不對 好久不見 經過剛剛的測試之後 宅爸覺得斗宅的智商還是有在一定的水準之上 一定的水平 沒有說很笨 除了我拿一些東西去營養它之外 不然它也不會犯蠢 那其實這樣看下來 斗宅智商算是好的 因為有看過智商不好的柴犬 你 Anne 料理 點vern 準備 點vern 點vern 詞彥 點ver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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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